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人也慢慢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习惯 在居家隔离的这段期间 我们失去了在教会里跟我们团契小组弟兄姐妹 有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一同敬拜神这样的机会 虽然透过网路科技向线的方式 我们还是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或是周日的早上 不管是参加主日学或者是跟团契一起查经 甚至有这样子的联合的崇拜 但是少了面对面的这样的互动 久而久之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 好像慢慢觉得是不是每周五的晚上 或是主日的早上都一定要上线 慢慢因为见面的散去的时间越来越长 导致我们开始有一点觉得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需要 非要这个礼拜五晚上还要上线 因为周五日的早上 我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居家隔离长了一段的时间 他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一些的习惯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 我们就特别要从神的话 我们再次的一起来共勉 那今年的主题 我们的讲道系列是蒙福家庭健康的教会 从年初到过去一直到六月底七月初 我和郑牧师我们一直不断 在从不同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考 神对一个蒙福的家庭 有什么样的吩咐与教导 不管是家庭里的各种的关系 夫妻亲子这样的关系里面 我们一同来从神的话里面 求神能够祝福能够调整 我们跟家人这样子的互动 能够合神心意 使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群体 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也要来思考 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到底是应该如何 今天教会里的家庭 假如真的是蒙神心意 被神的话语更新改变 有圣灵的工作的话 家庭蒙福 教会自然也会蒙福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在教会里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和弟兄姐妹的互动关系里面 应当有哪些事要注意的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 一起来学习思想的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十九到二十五节 那西伯来书的作者 从一开头他的第一章 就不断地在对比耶稣与旧约的关系 因为他最初的读者是犹太人 所以这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要不断地强调 耶稣如何是就约所有的预言跟预表的巅峰 所以他就再次的从一开始的第一章 他就不断地指出 耶稣对比先知 对比天使 对比摩西 对比祭司 甚至所有就约你的这个祭司 祭司的体系 耶稣都是完全地超越 耶稣是完全地胜过 这犹太人所看重的一切 那他借此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可以如何证明 耶稣胜过超越 这就约所有一切重要的 这些的仪式和人物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当他为我们的罪定死的时候 他就这么一次就成就了完美的祭司 那他更也引进了一个胜过旧的约的新约 带给所有信靠他名的人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把耶稣的超然性 从一开头就不断地分析 教导讨论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 那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十九 到二十一节作者就做了一个简单 前面十章讨论的一个总结 然后就给我们一些教导的应用 那就是说我们今天 要一起来看的经文的段落 如果基督真的完胜了 完全胜过的旧约所有里面的人物 跟所有的祭司的仪式 而且我们现在也都相信 跟随了这位奇妙超越的耶稣的话 那又怎样 他到底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生命 有什么实际的改变和影响 那答案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当要成为属灵基督之家的一份子 应当成为一个属灵 大家庭里面的一员 那属灵的家庭 有三个层面 是我们今天要从经文里面 一起要来思考的 你说我今天信主 我相信这个承认 耶稣他的确是那超越的耶稣 他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 这些我都相信 我也信靠 那为什么非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一员 成为一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呢 那他今天就从经文里面 作者就告诉给我们 因为作为一个属灵的家庭 有三个必要的一个要素 是我们要考量的 假如您不参加一个团契 不加入一个教会 在里面委身的话 您会失去这三个重要属灵的祝福 保护与帮助 所以我们就今天从经文一起来看 属灵的家庭的三个层面 第一 成为属灵家庭的一份子 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 成为属灵家庭的一员 能够让我们抓紧这神的盼望 再来第三 成为属灵家庭的一份子 能够使我们与弟兄姐妹 可以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作者的 从经文的第一点 属灵的家庭可以帮助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在今天经文的第二十二节 我们就看到作者就用了这个词 说来到神面前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 这是圣经那个奇妙的应许和教导 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谦卑 我们能够向祂祈求帮助神 祂会照着祂的旨意 祂能够来垂听来帮助回应我们 因为祂是能爱我们良善美好的天父 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 得到一切的丰盛 我们可以亲近祂与祂同行 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而且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到底与神亲密 或者说来到神的面前 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们感受得到 观察得到的吗 在我们一家从亚特兰大 搬到休士顿差不多的同时 或者来了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候 就知道原来我妹妹还在亚特兰大 就开始跟原来教会的一个弟兄 开始交往 那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 就非常的高兴 那我记得有一次 我母亲就特别打电话 就询问我 说你觉得这个妹妹和她的男朋友的关系亲密吗 我那个时候听了这个问题就愣了一下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我人已经不在亚特兰大 无法从日常的生活的当中 去从旁观察分析 所以我只能从跟我妹妹的交谈的里面 凭着我的感受 从她的描述来去察觉 到底她跟她男朋友的关系 到底亲密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然后才跟我妈妈说 的确我觉得妹妹跟这个男朋友 关系还蛮不错的 蛮紧密的 往往我们从我们身边的周遭的一些人 不管是交往的情侣 或是已经结婚的夫妇 他们的互动 他们的对话 他们的言行举止 他们如何彼此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来传神 我们从旁边的一些的 一丝一点一滴 我们能够察觉 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的关系到底如何 有的时候师母会告诉我说 我今天看到了谁 或者是感受得到 好像有一对夫妇 好像不知道 是不是在来教会的路上 是不是有吵架 还是说他们关系有一点紧张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又没有去问他 他说我就是观看 就是感受到 他们彼此的互动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 或是那么有一点点的不自然 或是脸色又有一点点的 不太对劲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人跟人之间的关心的亲密 从我们旁边 我们简单的观察 甚至一个感觉 我们就能够体会 能够有所的一些的了解 那同样的 弟兄姐妹 请问您和神的关系亲密吗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 了解你的人 甚至是你自己的家人 跟你生活朝夕相处的人 他们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会怎么来评论 你和神的关系 是否紧密 那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 不是说要鼓励我们旁边的人 来对我们与神的关系 去说三道四 而是简单的要来思想 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亲密 是真实 自然 而让人能够完全很自然的 旁边可以感受得到 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的时候是一种伪装的状态 我们人常常容易戴着面具 不管是在团契的里面 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常常好像觉得需要 伪装跟神非常的亲密 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是在外在 还是会有一些表征 无论是微弱或者是明显 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或是姐妹 他可以感受得到 甚至能够分辨你我跟神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紧密的连结 还是我们最近的关系 可能有一点的冷淡 那也准确的要来明白 了解分析跟神的关系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真正分辨 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是可以察觉的 关键那就是我们自己 要扪心自问 我和神的关系 到底如何 是亲密吗 更重要的 我们所归属的 这个属灵的家庭 与神是亲密的吗 我们知道 讲到圣经说 要来到神的面前 究竟神 他讲到 看重的 不是单纯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不是靠着好行为 在人的面前 有什么样的作为 有什么样的善行 才能够进到天国 在教会里 有些人非常卖力的侍奉 但是他们非常的疲累 甚至骨子里头 与神的关系 是非常的疏远 亲近神 不是在主日崇拜 讲员 有个呼召的时候 举手走到神的面前 亲近神 往往是一个看不到内心的行为与态度 无论你站在某个地方 也许是甚至躺下在医院的病床上 或者是坐在教会大堂的位置上 聆听讲道 不管是在任何的场所 你都有可能是可以亲近神 因为亲近神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对神的一个态度 他是一个心灵对神的一个面向 我们假如在心里面打从里面 真实的是转向神 向他敞开 这就是亲近神的一个表现 他真实的是内在的态度 当然这个内在的一个心态 他应该自然的会在外在的一些的行为上 会流露表现出来 但是重要的 他的本质是心里面与神的一个关系 在圣经的多处 神的话命令提醒我们 要来到他的面前 靠近他 就好像在我们今天的经文 二十二节说 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那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容易失去焦点 也容易冷淡 因为每一次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基督的心就会受到责备 我们的良知会感到愧疚 会感到神 他不喜悦我们所做所犯的 他不接纳我们的不义 所以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们好像一定要表现得更好 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 把我们的生命要做一番更新 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他是完全的圣洁公义 而且他厌恶罪恶 但是二十二节就是这么的一个宝贵 因为他在这里重新安慰 并且鼓励了我们 他曾经说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尽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我们的心已经被洒净了 用心心里的亏欠已经干净了 你说我怎么知道 这的确是如此 那这边今天的经文 他就用我们受洗这个水里 这个水里的这个形容词 来描述我们的心灵 其实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洗尽了 我们的良心的亏欠已经退去了 你说怎么知道 他说当我们在人在神面前受洗宣告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的那一刹那 这个就是我们心灵 我们的良心要完全的撒进的一个证据 因为受洗它的本质 它的意义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 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我们向世人宣告 我们现在的我不再是旧的我 而是新造了一个我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从死里复活 神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就洗尽了我们里面一切的不易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 因性称义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 与他有那亲密的连结 因为我们的一切的恶行 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所有的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 这个都被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以后就不会犯罪 或者说我们以后犯罪了 我们就心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觉 还可以自我感觉良好 不是 而是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 再次犯罪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又会不安 我们自然会听到圣灵的 微小的担忧的提醒 神的话会指责 会斥责 会激励改变我们 会吹逼着我们 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 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再怎么不安 再怎么会自然的会指责我们的不义 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凭着信心 对我们的里面的良知说 不错 的确我今天我现在犯罪得罪的神 我不讨神的喜悦 我要在神面前要认罪 而且真的要悔改 求神帮助我 能够重新能够倚靠他 能够不再去做那不讨神喜悦的事 但是更宝贵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我因为相信他 我在神的面前 我知道我不会再被我的罪来指控 我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 我可以凭着这个诚心充足的信心 满满的信心 知道我到神的面前 我如今再怎么肮脏无悔 但是在神面前我披挂的不是我的恶行 而是耶稣基督的义袍 这是在我在世人面前见证 我要相信跟随主的那一刹那 我就知道我以后如今跟神的关系会是如此 所以神他用一个奇妙的方式 他自己凭着圣言的感动 借着我们的受洗 借着我们的觉知 借着我们跟随主从那一开始到现在 他就能够安抚安慰我们的良心 不是让我们对罪麻木 而是让我们更能够清楚地能够了解 我们跟父神的关系 不是任何的人事物 不是任何的事情能够与我们把它来分开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与他已经深深地已经连结在一起 好像那可爱的小孩 我们可以扑向父亲的怀抱中 所以我们知道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神 他的基本的态度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面向 那心里面怎么一回事 外面也应当有相应的表现 所以读经和祷告就是最基本 也最重要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弟兄姐妹 请问您有固定读经祷告的习惯吗 尤其在这段四个多月来居家隔离的时间 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参加团契的查经 没有办法实际到教会里面来参加主日学 甚至也没有办法在教堂里面能够听到传道人牧师的信息讲道 或者与会众一起用诗歌高声的敬拜赞美主 这些外在实际以前我们习惯的这举动跟动作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这四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无法用实际的行动 只能透过线上的方式 请问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否还有固定与神亲密的时间 我们是否还有固定的灵修读经和祷告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所归属的团契或者是小组 在这段期间是否有同样的给我们提醒 我们应当要继续的要来究竟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的团契小组里并没有这么多的一个提醒 帮助大家更加的要亲近神 那可能很有可能你自己也就不怎么会去亲近神 那假如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就要做一些应当的调整 今天我们的经文里提到了一个非常荣幸的邀请 是说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 这是神圣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假如总统或是君王邀请我们到白宫 或者到这个皇宫里面去见他 那这是何等的荣幸 我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准备 而现在这位掌管万有的主宰 他呼唤着我们 他伸出他的手对我们展开他的双臂 说孩子来到我的面前 来到父亲的怀中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如何感当 怎么配得欢喜雀跃的心态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好像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 爱我们的父亲 这位伟大的爸爸 属灵的爸爸 他这样子的呼唤着邀请我们 能够来就近他 亲近他 凭着诚心充足的信心 来到他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对神的心态到底是如何 这段期间 我们是否对神的心态 有慢慢开始些微的一些的冷淡 跟后退 我们所归属的团聚与小组 有没有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要继续的要亲近神 就算在我们在冷淡退去的时候 有没有给我们适当的鼓励 祷告陪伴支持 我们彼此相顾 要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会给我们的鼓励和实际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尾声 参加一个固定的一个团契 或是一个团契里的小组 这样子的聚会查经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我们的需要才能够得到 对方彼此的帮助 我们才会得到必要的提醒 我们需要一起 不是只是个人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就算我们自己开始有怎么冷淡 开始有怎么不愿意 但是假如有一个归属的家庭 他们能够察觉到 我们跟神关系的微妙的变化 他们会给出适当那些的鼓励和安慰 那这个就会帮助我们 跟神能够继续亲密 不会再惧怕 或是觉得在祂的面前不怎么样 或是并不重要 所以属灵的家庭的团契 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来亲近神 第二 一个属灵的家庭 会抓紧盼望 一个属灵的家庭 会帮助我们 在最绝望 最冷淡 与神关系 好像最遥远的时候 还能够抓紧着 那神主里面的应许和盼望 在今天的经文的二十三节说 也要坚守 我们所承认的 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一个属灵的团体 应该是充满着盼望的群体 我们很多时候 会被生活的琐碎和繁忙的事情 所带来的压力 而感到真的是喘不过气来 甚至被所有的事情被缠绕 就忘记了 我们生命里应当拥有的 这喜乐和力量 和我们应当去支取 这力量跟喜乐的全员 到底是谁 当我们失去了动力 也失去生命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会忘了依靠神 反而就为了自己而活 每天起来 只是想到自己 今天所要完成的目标跟工作 还有所有的一些要处理的 大大小小琐碎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能会忘记到 神创造我们 呼召我们 拯救我们 祂给我们的更大 人生的目标与意义 不再是为自己 而是为祂而活 我们每天需要不断地 被这个更大 这个属灵的功课 要来提醒 让我们能够仰望神 能够在神的里面 借着祷告读经 团契的生活跟提醒 能够来亲近祂 向祂祷告 求祂赐给我们 祂不但属灵的亮光 圣灵的充满于工作 以及神的话的安慰跟应许 让我们在面对日常的各种的 繁琐的环节里面 我们能够有继续向前的动力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 神的拯救要来到 神的应许要实现 因为神所说的话 句句都要实现 因为祂是守约 诗词爱的主 所以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一个真的跟随祂的人 是一个蛮有盼望的一个基督徒 祂的生命里面是一样 常常带着喜乐与力量的 祂会碰到各种的困难与难处 的确 但是祂并不惧怕 祂不胆怯 祂不会懦弱 就算有的时候会跌倒 就算有的时候 可能有稍微的一些的冷淡 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家 团绕着祂 鼓励着祂 吹逼着祂 借着圣灵的感动与神的话 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知取神那宝贵的盼望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于宝贵的 我们的生活 常常容易会失去焦点 会碰到挫折 然后因为没有固定与神 有那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碰到这种挑战跟问题 和挫折的时候 我们会容易暴怒 我们会绝望 甚至会埋怨 所以这里西伯来书的经文里面 就给了一个重要的提醒 他要我们基督徒 要时刻的抓紧着 我们在主里的盼望 因为对我们做出这应许的 他是一个信实的主 所以一个没有目标的生命 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盼望的生命 没有方向的生命 是一个随意漂浮的一个生命 那这样的生命 他不追求盼望 他也不期待 会有什么一个特别奇妙 神的拯救与工作 因为他已经忘掉 他的焦点 只是在自己的享乐 自己人生的一些的 追求看重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神对基督的呼召 是为主而活 他不是要我们脱离这世界 而是在这世界里面 继续为主做盐 做光 把那福音的本质 把那福音奇妙的大能生命 把它活出来 写明给我们的周遭的亲友 宁舍家庭能够来看见 来向见证神的荣美 这是我们的目标和意义 不管您的工作是什么样 不管您的家庭的状况如何 我们明白认清落实这一点 我们才能够更享受 神他同在的一个生命 而且在当中能够得到 享受那满足的喜乐 因为你不再为自己而活 你是为那更大 更实际 更真实的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生命来活 你有真实的目标 那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的目标 这样子的一个真正蒙神 喜悦属神的一个人生观 那我们的生命会有盼望 在碰到最难处 最可悲 最可能是让人容易绝望的时刻 我们的盼望还不止动摇 因为这个盼望 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环境的变动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 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 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也就是说为主而活 为主做功 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 照着神给我们的意义与目标 去活去努力 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因为为主而活的生命 才是最富足 最有满足感的人生 当你不能够以神为中心而活 你属尼的状况会越来越干枯 甚至会走向属灵的饥饿 最后甚至会瀕临死亡的边缘 但是我们知道要履行神的心意 常常并不容易 我们会被引诱犯罪 我们有可能会短暂的 有一段时间离开神 而当我们想为神而活的时候 往往立志行善 由得我行不出来 却由不得我 又常常碰到很多的苦难跟挣扎 有试炼 有挑战 甚至有外在的逼迫 所以抓紧盼望 在主里面的这个盼望就更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全心的跟随耶稣 那就一定要有盼望 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 我们怎么活 我们怎么过下去 怎么再继续走下面的每一步 我们盼望神的美善 盼望神的拯救 因为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 盼望神可以帮助我们 祂会与我们同在 祂会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充满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叫我们 要抓紧盼望 以盼望来环绕包裹自己 因为知道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 是信实 也就是说 他一定不会叫我们孤单落空 他告诉我们 其实不是我们要抓紧的神 而是他一直牢牢地抓紧着我们 我们在神的持神的爱手的掌握之中 碰到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难处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叫我们与神 与基督的爱可以分离 他抓紧着我们 他是守约施策的主 我们就算会违背 会跌倒 我们就算肯定有一些绝望 但是神说不要灰心 你要有盼望 因为你这个盼望不是空泛 不是建立在一个人 一个没有任何证据 一个可以信靠的一个空洞的一个应许 而是建立在我 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 我如何守约施策 我说到做到这样子一位伟大的信使主的身上 我所说的应许 我是应许你 要如何与你同在 我要保护你 我要兼顾你 我要拯救你 我要充满你 我一定做到 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期待 值得我们信靠 值得我们盼望的主 所以你看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在这个第十章 甚至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许多其他的地方 就不断地有各种神的应许来激励我们 他在十章的十六节 说神在我们的心上 已经印上了他的律法 在十三章二十一节 说神在我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你就说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神已经把他的话印在里面 神也透过他的灵 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做他喜悦 他要成就的事情 不劳我们去做什么 神已经主动地在我们里面工作 这是何等的奇妙与宝贵 今天假如你说 我的盼望在哪里 我非常的软弱 你说我要有信心 但是我信心缺乏 但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就算你的信心再怎么缺乏 我也不会丢弃你 我不会离开你 因为我的律法 已经刻在你的心板上 我的灵 我的手在你的心里面 在实行 在成就我所喜悦 所要做的事 这是我们盼望的救主所说的话 在十章的十七节 他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 凭着充足的信心跟诚心 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 在十章的十四节 说我们因着耶稣一次的献祭 得以完全 不需要耶稣多次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来献祭 我们能拿什么献给神 满足神那完全的公义的要求 我们做不到 不可能 但是耶稣一次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就完全的献上 满足了神他的律法 神圣公义的准则与要求 在十三章第五节 他答应不会撇下我们 在十二章的十节 神也应许 他的管教是要我们得到益处 也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困难跟挑战 可能是从神来的管教 可能有的时候 的确是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所面临的一些的难处 但只要是出自于神 只要是神所应许的 对我们都有益处 是有神的目的与功用 我们就算不明白 但是我们能够相信 我们盼望这个爱我们信实的天父 弟兄姐妹 你的盼望在哪里 你的盼望建立在何处 今天假如你骨子 独孤的一个人 说要我来跟随主 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不需要去教会 我不需要参加团契 我不需要也跟其他人太多的互动 因为我在教会里 我被人冷落 我受到伤害 我受到不公平 不正当的对待 那的确您有这种受伤 不好的经验 任何人都会难过 任何人都会想要离开 要退却 但是我今天借着神的话 来鼓励提醒您 不要停止聚会 因为今天跟随主 今天一个被神蒙召 拣选然后拯救救赎的生命 这个生命的本质 它是向外的 它是要与其他同样蒙神的恩典 呼召的罪人一起 要能够来同奔天路 彼此激励的 因为我们跟随神的这个路途上 是不孤独的 我们不但有神的同在 神各为我们设立 创建了一个属灵的家庭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里我们所归属的团契 甚至是小组 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与保护 让我们在亲近跟随主的这路途上 能够在灰心丧胆的时候 能够旁边有人能够扶持我们 拉我们一把 给我们一些鼓励 给我们一些安慰 所以一个属灵的家庭 它能够发挥一个极为宝贵 至关重要的关键 能够来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要一起抓紧神的应许 一起抓紧神的盼望 有了这个盼望 我们现在再怎么困难 再怎么对于前面这个遥遥无奇的 看是一个乱世 动荡的一个世代 我们还是能够有盼望 盼望不是因为我们期待 这个世上有什么改变 或是有什么样的 实际的转变 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是我们的盼望知道 不论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论以后的日子 会变得怎么样 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应许不落空 而且我们旁边有弟兄姐妹 就算在现阶段 我们不能用实际面对面的方式 能够看到对方 给彼此的鼓励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透过电话 透过我们各种的社交的 媒体平台 能够用在上网 在线上彼此的鼓励安慰 一个属灵的家庭 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个属灵的家庭 会帮助我们一起 抓紧在主里的盼望 再来最后第三 一个属灵的家庭 能够帮助我们 可以在神的里面 彼此的激发 能够相顾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都被困在家里 好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神 祂主宰明天 也只有祂能改变明天 我们都期盼有一天 可以重新在教会里 能够面对面的相聚 但是现在 在这个遥遥无奇 看不到黎明的曙光的 这一时刻 我们更需要彼此 需要更多相互的鼓励 因为我们的爱心 可能会冷淡 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那久而久之 这样一个环境的感染之下 我们可能爱主的心 爱人的心 就因为好像做不到什么 慢慢的就好像会冷却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 要去把它调望起来 那你说怎么调望 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要靠一个属灵的家庭 一个家庭的一个美善 它的优点 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彷徨无助的时候 它是我们第一个 可以投身投靠 寻求帮助的一个对象跟地方 我们知道 只要是我们的家 为什么是我们的家 就是这里 是我们归属的地方 我的需要在这里 人家会聆听 人家会看见 人家更愿意 不施代价 不计较一切 来帮助我们 这是一个 真正是一个家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同样的 在属灵的家里面 一个大家庭 我们在这里面 就不能停止聚会 这边圣经在24到25节说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勉励 知道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我们这里先注意 经文里面 他没有提到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 这边作者 希伯来书 并没有提到说 要彼此相爱 或者是我们个人 要去做善事 反而是强调 我们要彼此相顾 激励 这个相顾跟激励 都是朝着爱心 和行善而做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 要帮助自己成长 而去参加一个教会里面的 团企或者小组 而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心态 就是要在一个团企小组里面 去帮助其他的人 能够一起 能够来 在神的面前能够成长 来亲近他 我们在小组里面 不应该只看到 考虑到自己的需要 而是真正去关心其他的人 我们应当问我们自己 有没有有些弟兄姐妹 是我们知道 看到 感受得到 他们需要帮助 需要鼓励 那我们也要如何 才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有更多的成长 能够更加的 能够来抓紧神的盼望 能够更加的认识主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贡献什么 帮助他 能够继续地来亲近神 所以激发在这里的 这一个词用词 在圣经里面通常 或是在原文里面 通常是带有一种 负面的意思 他通常讲的 提到的是说 会去惹动人 惹人 或者是刺激其他人 挑起的意思 所以通常是带有一种 比较负面的一种含义 但是在这里作者 他的用这个词 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惹怒别人 而是我们要真正互相能够惹的大家 更有爱心和行善的行动 弟兄姐妹 不知道您的小组团契 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对方 更加有爱心 更加爱主 更加对神有盼望 更加愿意去行善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有的时候小组会变成一个议论和容易论断批评讲是非的地方 但是我真正的希望看到是我们的团契都能够成为一个相互相互 在圣经里面碰到的伤害 认为自己一个人可能敬拜神会更好 免得跟人家要去认识接近 然后结果碰到一些的挫折 但是如果您真正明白 耶稣是唯一走向神的道路 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方式 那你也应该明白圣经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效法跟随耶稣 去帮助别人 鼓励彼此 激发大家的爱心和形善 因为耶稣基督 他所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一个群体的教会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走在群体里 以爱心和行为去建立其他弟兄姐妹的属灵人 因为跟随基督的本质 就是要牺牲自我 放下自己 服侍别人 如果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 舍命在十字架上 那效法基督 就是要把自己像基督一样放下 造就别人 帮助他们 这个也应该是自然的成为 我们的方向跟面向和目标 我一个只追求独善其身的人 他并不明白什么是基督徒 他根本不明白跟随基督 他不认识神 他不愿意 一个越不愿意尾身 在一个群体里面 帮助属灵家庭一起承扎的人 他越不可能是一个有盼望 非常亲近神的人 因为耶稣的生命 是一个对外为别人着想的生命 就像圣经在雅各书里面 一个或甚至在约翰 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 一个假如口口声声说我爱神 但是却不爱神所爱的人 这个人他其实是真的不认识神 也真的不爱神 因为神爱世人 神爱他的教会 神爱我们团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但是假如我们去选择不去和这些弟兄姐妹 有更亲密的接触 明白他们的需要 去激发他们的爱心 鼓励来催促 能够勉励他们更加的亲密的去 就近神 抓紧神里面的盼望 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跟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代表我们的生命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本质上的问题 那我们自己需要被更新被提醒 我们自己更需要回到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段居家隔离的期间 我们很多教会的同工 不管是牧师长老 甚至很多团契的主席辅导们 他们都对这样的一个光景 有一定程度的担忧跟祷告 希望在这个居家隔离的已经四个月 到后面甚至还不知道多久的时间里面 我们团契的关系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互助激发勉励行善 这样的热忱 我们不会冷淡 我们不后退 我们不放弃聚会 我们不停止周五晚上的团契 或者是礼拜天早上 我们的居家的崇拜 与团契的崇拜 主日学参加的时间 我们反而应当在这段期间 更要彼此的相顾鼓励 借着这仅有 透过视讯的方式 电话的方式 能够更加的能够劝勉大家 鼓励彼此鼓励 所以假如您知道 您的小组 或者团体里有一些 这过去有一段时间 好像在线上不再出现 或是他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不稳定 假如有这样的人 麻烦你 也恳求你 能够主动地去关心他们 愿神的圣灵亲自来感动你 对你来说话 不要只期待着 你们的团契的主席辅导 或者只是期待牧师 长老来关心这些 作为团契这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 他是你家里的人 那他今天出了什么状况 您有最大的直接的责任 脱不了关心 那就应当承担起 一个家里面的一份子的责任 主动去关心 透过电话 透过不同的社交的平台的方式 去慰问 去为他祷告 关心他 鼓励他继续回到团契的里面 能够与弟兄姐妹 一同地能够来查经团契 甚至来敬拜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都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就算我们在这段期间被隔离 但是在主里面 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与主 与彼此 是有个亲密连结的关系 就算在肉体上 我们是分割的 但是盼望 借着这段疫情的期间 能够让我们 对这样的一个属灵的 真实的一个功课 有更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关系 是亲密到超乎 这个肉体之间 这样子的一个面对面 这样的 这种的互相打招呼的一个程度 是更深 更宝贵的 这不是隔离 不是病情 不是距离 能够来影响的 当然在这段期间 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努力 去维系这个关系 但是 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 因着主为我们设立 这个宝贵属灵家庭 这样的一个缘故 我们就要花更多的代价 更多的努力 去能够帮助那些 可能有冷淡 可能有软弱 可能碰到一些难处的 一些的弟兄姐妹 把他们拉了一把 拉他们回到主的面前 能够回到这个属灵的家庭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是在这25节里面的 哪一组 有一组是那些会聚集一起 相互鼓励的 另外一组是那些已经习惯 不参加团契 用生活不同的方式 或者用各种其他的理由 为自己的安乐 自己不聚会来找借口 我们必须从这当中 要走出来 不知道您 在这方面的光景如何 鼓励您主动 找教会的领袖 或者是团契的辅导跟同工 能够找他们谈一谈 可以希望您可以重新 能够来加入我们的教会 加入团契的生活里面 要突破这个不聚会的不好习惯 要鼓励你能够参加 一个属灵的家庭 在里面能够尾身 因为在那里 你会有更多真正成长的机会 基督徒我们说有一个属灵的 大家庭就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团契 在团契里面可能还有小组 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 家庭的一个群体 那弟兄姐妹 鼓励大家 不要停止聚会 主动地关心邀请 那些不稳定的 我们的主内的肢体 回到我们的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抓紧主里面的盼望 彼此激发爱心行善 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基督的家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感谢你 谢谢你 真的不但你拯救我们 拆遣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那一次就为我们 献上了自己完成的神 你的律法 一切的要求 承担了神 对我们罪孽 所发的易怒 主啊 我们真的是何等的不配 何等的蒙恩 因为你不但拯救我们个人 使我们与你能够重新和好 你更为我们建立那个属灵的大家庭 就是基督的教会 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他是头 我们是肢体 肢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同样的贵重与宝贵 没有一个可以说不重要 没有一个可以说不需要 主啊 求你不断地能够健壮我们的这个教会 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 主让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主的他们的需要 主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 能够在团契里 得到彼此的鼓励 安慰和造就 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 激发爱心 一起来救进你 求你重新地把你的应许 能够再提醒我们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紧紧抓着在主里面的那宝贵 不会落空的盼望 知道主有一天 你要真的是拯救我们 要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 主求你 祝福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明祈求 阿们